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长 但我们等下慢慢的来 诗篇107篇的这个背景 圣经学者都认为是在 以色人回归耶路斯坦之后上来做这首诗篇 如果你从105篇 106篇 107篇 你会发觉这三天诗篇都连续的就是来感恩 105篇讲到以色人出埃及的过程 106篇继续讲出埃及 然后到107篇 在当中我们从经文的当中会看到 有讲到出埃及的情况 有讲到被掳回归的情况 诗篇的诗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他来思想 他要来透过回顾 上帝如何带领这位佛家 带领这个民族 从苦难当中得到释放 得到拯救 来思想上帝的熟性 所以在诗篇的一开始 就是来讲到上帝 我们要为了上帝的熟性来感谢 诗篇的107篇的第一节 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产生 那我们就想 为了上帝的作为感恩 跟为了上帝的熟性感恩 有什么分别 很大力 很大力 我们以前唱过一首诗歌 的歌名叫 《主自行 himself》 歌词是这样说的 前所要的是祝福 因所要的是主 前所评的是感觉 因靠主言语 前所要的是恩赐 今要是恩主 前我寻求医治 今要主是主 有诗歌107篇 这篇诗篇 不但执行我们要为了上帝的熟性的感恩 才讲到在我们人生的分禁当中 我们唯一的出路是转向上帝 向上呼求 当我们被拯救之后 我们就要来感谢上 感谢的强度 跟我们所接受的恩典成正 感谢的程度 跟我们的罪有多少被赦免成正 如果你记得主耶稣基督 在一个对法利赛人当中说了一个比喻的时候 耶稣最后的结论是说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都赦了 因为他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所以当我们继续来读这段诗篇的时候 我们来思想几个题目 一个是 我如何认识上帝的事情 我如何思想在我人生当中 上帝如何来拯救我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诗篇的内容 很快的把这个诗篇107篇有43节分成四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一个引言 是命令蒙救赎的人要赶 再来是人用四个图画 四个景象 表示四种蒙拯救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子来被拯救的 第一个是在旅途当中迷失的 被上帝领回 因为罪性的缘故被捆绑 被上帝释放的人 再来是在罪孽当中受苦 被上帝意识的人 再来是在风浪当中浮沉 被上帝拯救的人 这四个讲完之后 虽然觉得还不够 他要再来传述上帝的护理之恩 讲到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主权 最后他劝于人要思想上帝的慈爱 好 现在我们慢慢地来读 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耶和华的署名说这话 就是他从敌人的手中所救赎的 从各地 从东 从西 从南 从北 所招聚来的 第一节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是个命令的语句 是人命令我们要来称谢耶和华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慈爱这个词是Casset Casset是讲到是永远不变的 英文是Statfast Love 无论我们是如何的败坏 无论我们是如何的反叛 如何是犯罪 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 我们会失信 但上帝永不失信 这是上帝的属性 因为上帝永远不变的爱的缘故 他才会从他的属性当中 流露自然的一个行作为 就是来救赎 来拯救我们 于是 我们这些蒙上帝救赎的人 应该要感恩 所以第一句话是个命令 第二句是一个呼吁 这个呼吁当中 要我们心里面完全的诚服 说是的 是的 我要来赞美耶和华 于是他就下面用四个例子来说明 我们为什么经历了上帝的慈爱 上帝的拯救 要来赞美神 所以他说 就是从他敌人的手中所救赎的 从各地 从东 从西 从南 从北 所召集来的 我们的敌人是什么 如果你回到当时 如果你是以色列人 你在回归之后 你想到你的敌人是什么 以色人从一开始就很多敌人 在埃及的时候 受埃及人的压迫 在出埃及的过程 受到周围的列邦的男主 不让他们进去 进到迦南地 受迦南的外族的侵略 抢他们的牛羊 抢他们的东西 再来成了南北国的时候 北国被亚述灭了 南国被巴比伦灭了 君王也被俘虏到外邦去了 所有的贵族 好的人 通通送到巴比伦去了 剩下来的 在耶路撒冷就是一些贫穷的人 好了 当他们回来了 所以当这句话 世人一讲说 他是从敌人手中所救赎回来的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 他们的经历 他们的敌人是谁 他从东 从西 从南 这个南呢 在圆门不是南边的南 是海 如果我们熟悉 巴勒斯坦的地理的话 犹大 以色列国 南边是什么 圣经说是南地 南地是一个非常荒芜的一个地方 不肥沃的 肥沃的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但在以色列人的理念当中 海是什么呢 海是邪恶的一个代表 是罪恶的一个代表 所以当 世人特别 他不用南方这个南 是用海 有一个隐喻 这个隐喻是 我们的敌人是什么 是邪恶的 是魔鬼撒但 今天以色列人知道他的敌人是谁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吗 我们的敌人就是撒但 我们的敌人是什么 我们里面那个罪 那个邪恶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 我们要回想到的是 是的 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拯救的 我们是从撒但的权势 被迁到爱死的国度 我们是被主拯救的 从罪人成为义人这样一个身份 于是我们应当赞美 应当感谢上帝 愿我们这些蒙耶稣基督 不拯救的人赞美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成 师父图画是哪四种人呢 第一种是旅客 第二种是囚犯 第三种是病人 第四种是水手 我们下去一节一节的来念 但这个诗篇有一个特色 这个特色是什么 他不断地重复 他这四个当中有四个重复 第一个重复是在困境当中的这四种人 然后这种在困境当中的 他们无处可去 只有转向上帝 所以经文不断地重复 于是他们在苦难当中 哀求耶和华 再来上帝恩慈地回应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大救他们 当我们被拯救之后 世人就说看你们是被拯救了 所以你们这些被赎的人 应该感恩 于是呼吁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 都称赞他 四个重复 但四个重复当中 还有更深的一些内容在里面 让我们慢慢地来思想 第一个 在旅途当中迷失的人 被上帝赎回的 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 寻不见可住的诚意 又饥又渴 心里发昏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 他们从他们的祸患中大救他们 又令他们行走迟路 使他们往可居住的诚意 这段经文 我们马上想到出埃及 在旷野 在荒地 在漂流 寻找可住的诚意 找不到 他们本来可以很快地去到佳南地 但他们在旷野 因为不顺服的人故 绕来绕去 他们又饥又渴 心里发昏 还发了很多的怨言 但他们终于明白了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 他们在哀求耶和华 上帝就打救他了 这样一个出埃及的情况 岂不是我们在地上人生的情况吗 出埃及所描述的就是我们 今天我们从我们的原居地来到美国 我们在寻找一个可居住的 或者说是一个更好居住的地方 最近我们家伙有好几个家庭 他们觉得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 这个加州太糟糕了 这个岁又重 这个文化又差 又有地震又什么 就搬到别人 对 但我们大部分人还是选择加州 加州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是我们永远可安居的地方吗 不是 在地上没有一处是安居之所 如果我们记得 西伯来书的作者如何来劝勉当时的犹太信徒 他说以色人去寻找一个可以安居的城 他们还没有找到 其实今天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在地上没有个安居之所 我们有一个在哪里 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 天上永远安息的 天上永远安息的 我们在地上活着 我们一定向这里所敬礼 也许现在我们很安乐 我们现在很安乐 是不是 但如果我们回顾我们的人生 我们有没有在旷野当中漂流 心中里面的那种渴望 没有得到满足 但感谢神 在我们人生当中某一个时刻 当我们向上帝呼求的时候 上帝就答应我们 就让我们心里面被他充满 我们里面就得到这种的安息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要向上帮 就在天上的耶路上 于是我们已经蒙拯救了 找到一个安息的城了 于是 这人呼吁我们说 但愿人因耶和的慈爱 和他所行的歧视就称赞他 因他是我们心里可慕的人得以知足 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食 今天无论我们心中有多少的可慕 包括这个可慕是圣洁的可慕 而不是熟肉体的可慕 这个可慕是渴望天上 永远安息的城 我们这个可慕一定会得到 因为上帝英雄 如果我们心里面可慕 我们就得以 得饱美食得到满 接着下来 从旅客讲到囚犯 那坐在黑暗中死印里的人 被困苦和铁链捆锁 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 藐视之高者的主意 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 他们扑倒 无人如主 这句话 你觉得如何呢 那些坐在黑暗中死印的人 是什么人呢 是什么人 如果你圣经熟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马上想到有一句话 有点像 有点像 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表 一到两千多年前 在耶稣基督还没出生之前 只是约翰的父亲 在家里啊 他不相信天使跟他说的话 变成哑巴 所以当约翰出生之后 要给他起名的时候 他要起名 这个儿子是约翰 那些亲戚说 不对不对 我们家里没有人起这个名了 你为什么起名叫他约翰呢 于是他嘴巴就开了 他就说 他就对儿子说 他说孩子啊 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 预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旧文 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要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领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印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这里所描述的 不是肉体被捆绑 忽然这里有影射或者暗喻 当时的犹太人 从国王 特别是国王 被锁链拉到巴比伦去 他们被捆锁捆在那里 但这里所讲到的是 人因为罪的缘故 因为他很明确地说 因为他们违背了上人的话语 藐视至高者的旨意 今天所有的人都在被罪所捆绑 但上帝的救恩引导 所以主耶稣基督 当他受了净之后 在旷野胜过撒旦的试探之后 他开始传道了 他回到加利利 在加巴农 在安时日参加安时日的聚会 有人就请他来讲话 于是他打开圣经 看到以赛亚书 他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告我 要我传福音给贫穷人 拆遣我报告被鲁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让他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 我常常说 这是主耶稣基督 他的旧旨也说 说出来他 我来到世上要做的什么工作 这个工作就是 把人从罪恶的捆锁当中 来释放出来 今天 罪的捆绑 让人不能不犯罪 这就是罪的强度 人不能不犯罪 因为罪的缘故 上帝用劳苦制服他们 他们不倒 无人 无助 我们刚刚说了 上帝的属性是慈爱的 但有些时候 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遭遇的情况当中 好像我的情况非常的糟糕 非常的苦 哪里会感觉到上帝的慈爱 但如果我们 在远超过我们目前的物质的状况 实际的情况来看到 背后上帝的慈爱 他是用这个来制服我 有些人的心如此的刚硬 可以用上帝用这种劳苦来制服他 他不会回转 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 当我们如果我们遇到任何的情况的时候 让我们来跳过这个 目前眼光的目前的状况 回到上帝的属性 因为他的慈爱 他要透过这些来引领我们 引领我们 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因为我们的罪 但是有时候是上帝要透过这些 来磨练我们的心 让我们来回转 但在这段经文里头 很明显的说 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 上帝用劳苦来制服他的心 让他觉得我没有办法了 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回转 于是他们在苦难当中哀求耶和华 他从他们的后患中拯救他们 他从黑暗中和石英里 领他们出来 折断他们的绑锁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去世都称赞他 因为他打破了同门 看断了也算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感谢上帝 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 已经被上帝释放了 我们不再被罪捆绑 我们可以不犯罪了 是吗 是阿门吗 我们可以不犯罪了 哈利路亚 我们被耶稣基督来释放我们 我们可以不犯罪 我们要为谁来感 讲的旅客 讲的囚犯 下面是病人 这些病人是因为他的罪孽受苦的 但上帝意识的 就是说 愿望人因自己的过犯 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 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 就临近死 前面一个囚犯 是罪性的捆绑 下面这个是 因为你受了犯了罪 你的罪有一个自然的结果 你要因为你的罪孽受苦 真的很明显 看到的好像这个人犯了罪之后 他的良心非常的不安 你知道他有忧郁症 他连吃饭都不想吃了 他厌恶各样的食物 要临近死 当然这是一个例子 来说明原因犯罪之后 所产生的痛苦 但上帝要来拯救 听到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看到罪的结果 是如此的严重 有时候我们犯罪 为什么犯罪 因为我们要享受罪中之乐 这个最终之乐是转眼间 几分钟几秒钟 或者几个钟头的所谓的快乐 但所产生的后果 是医生因为你的罪孽所产 当然我们知道 不是所有的病 都是因为罪产生 耶稣基督就明明的来 回应门徒的疑惑 一个天生的瞎眼的人 门徒就问 这个人是他父母亲犯罪呢 还是他自己犯罪 耶稣说不是都不是 要彰显上帝的荣耀 但是耶稣也明明在一些场合里面 来指导说 这个人的病是因为他的罪 虽然耶稣没有指出这个什么罪 还记得吗 一个贪子 耶稣说 你起来你的罪赦了 这个贪子因为他的罪 所以他贪了 耶稣说 你的罪必赦免了 你就可以起了 更明显的是保罗 保罗责备哥伦多教会 哥伦多教会 在道德上面非常的混乱 保罗责备他 但是保罗所提到的 因为你们犯罪 而有人死亡的是什么 是在吃主餐这个事情 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礼仪当中 这些人不按数的礼来吃主餐 有钱的人带了很多食物 自己这般有钱的人自己吃 那些穷的人没得吃饿的肚子 所以保罗怎么说 因此在你们中间有些软弱的 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让我们被警惕 虽然我们生病不一定跟罪有关 但有些罪是因为会产生生病 在这里 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是 当人因为罪的缘故 无论是罪性捆绑或者罪的结果 他没有路可走的时候 他有一条出路 就是来到上帝里面 于是 于是 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 他发命 意识他们 救他们脱离死 这个发命 这个原来的原文是 他发出言语 上帝的能力 他话语有能力 上帝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他说什么就有 他说了就成了 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 他医病的时候 有时候他用手去服膜 有时候是祸泥 放在下眼的人的眼里头 让他能够看得见 但也有情况 他说了就病了 还有一个更特殊的例子 一个白夫长的儿子 是在另外一个城市 耶稣遥控 远距离医治 他一讲话 这个孩子就医好了 耶稣的话有能力 所以这里他发命 上帝发出他的言语 就医治他们 丢他们脱离死 今天让我们讲到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大能 无论我们心 因为各种情况 我们有病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出路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在我们的苦情当中 来求上帝医治 求主啊 你发出你的命令 用你的言语 来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的肉心 医治我们的心灵 医治我们的肉体 这些蒙拯救人 世人忽悠我们说 但愿人因耶稣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 都称赞他 在后面 世人还加了一句 他说 愿他们以感谢为祭 献给他 欢呼出说他的受 前面他不断的强调 说我们要赞美 我们要感恩是用嘴巴的 但这里他加了一句 他说 愿你们以感谢为祭 可以献给他 也许这个是跟 犹太人的礼仪有关 当时的人生病了 特别是皮肤病 一定要给祭师查看 祭师宣告你的皮肤病好了 你的滑风病好了 于是你要去献祭 不然是当时的一个方式 但从今天来想 用人的角度来讲好了 有一个人对你很好 给你很多的帮助 我们会去谢谢他 那感觉上 哎呀就是讲话 谢谢还不够 我一定要想办法送他一个什么礼物 一个很贵重的礼物 让他觉得 我这个感谢是真的 今天如果我们人跟人之间 也是用感谢 也是除了言语要加上礼物的时候 我们对拯救我们的上帝 我们岂不是更加需要 除了要用嘴巴讲感谢之外 要献上我们的礼物吗 当然我们的礼物可以是金钱 我们的礼物是我们自己的人 去为做上帝的工 这都是感谢的礼物 但简单的说 如果用金钱来做礼物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选项 我们可以奉献给教会 我们可以奉献给慈善机构 奉献给宣教机构 可以奉献或者是直接的把钱 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当我们用言语加上我们的行动 我们感谢上帝的心 就更加的真实 亲爱的弟兄姊妹 诗人一个一个的用例子来告诉我们 我们这些被上帝救赎 蒙帮助的人蒙拯救的人要感恩 再来 他用另外一个例子 是在风浪方中浮沉被上帝拯救的人 在海上坐船 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 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令他在深水中的骑士 令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 海中的风浪也扬起 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 他们的心因患难变消化 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 好像罪于羞人 他们的智慧无法可视 诗人在这里描写特别的多 对比前面的几段 这里的描写更加的丰富 好像让我们自己感觉 我们好像海中都在船上面 一下子这样子 一下子这样子 你是不是晕了 是的 在我们人生当中 是不是有人生很多的风浪 我们就晕 我们的心就消化 这样的情况 你想到什么新闻 你想到旧约什么新闻 你想到新约什么新闻 就是马上想到约拿 约拿这个先知 上帝要他去东 他就去西 上帝要他去陆地 他就去海 他以为可以逃避上帝 结果上帝在船上 兴起这个大浪 这些水手就知道了 反正这些水手知道 一定是有人犯了罪 于是就把他找了 这些水手 是职业的水手 他没办法 他没办法 因为那个风浪海盗 同样在新约 耶稣基督在船上 船尾睡着了 一些职业的水手 一些渔夫 非常有经验 突然间风大起来了 他们一直 挖这个水进到船里头 马上要把水熬出去 不行了 于是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说 父子啊 我们丧命啊 你不理吗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风浪当中 我们有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 有没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我们去他面前 是像这些门徒一样埋怨吗 父子啊 你不理吗 我要快要死了 我的病得很惨了 我的生意失败了 我的各方面 但是让我们不要向当时的门徒埋怨 而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让他呼吸 上帝用这样的方式 在我们人生的风浪当中 让我们去经历他 于是他们在苦难当中 哀求也好啊 从他们的祸患当中领他们出来 当地是狂风止息 波浪就平静 他们诗人在家里去 哇你读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舒服 他说风浪 风喜浪静 他们就欢喜 他就引他们到所愿许的开 风喜浪 巴不得在我们人生的波涛汹涌的当中 我们向上帝呼吸 上帝答应我们的祈求 恭喜上帝 我们就欢喜 我们就往我们所愿意去的开口 这个开口是一个安全港 这个没有风浪可以完全平安的一个地方 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最终的安全港是哪里 在上帝主耶稣基督的怀抱里 和我说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朝天的眼光 我们不看我们地上 今天也许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最近真是知道有姐妹有患病 有一些的状况 先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来仰望 仰望上帝帮助我们 要进到上帝主要为我们所安排的安全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施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实事都称赞他 因为他们在明的会中尊重他 在讲人的位上站 我们马上下礼拜五 我们就有感恩节的聚会 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想一想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里头 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什么的拯救 有什么的工作 有什么的作为 我们要来在这个会中 来尊重他 赞美的感觉 讲完了四个例子 是不是好像还觉得不够 他要再来强调一下 于是他上面述说 他使江河变为旷野 叫水泉变为该海之地 使肥地变成碱地 那都是因为其间的民的罪恶 他使旷野变为水潭 叫汉地变为水泉 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 好建造可住的诚意 又种田地 栽种葡萄园 所得享所出的土产 他有赐福给他们 叫他们生养中多 也不叫他们的生殖减少 他们又因暴虐患难 仇苦就减少的备下 他使君王蒙羞被辱 使他们在方会无路之地漂流 他们却将穷罚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 使他的家属多如羊 这一大段的描述 我们看到是什么 使这个沙漠 这样讲水源的是上帝 使这个水源变成发漠的 也是上帝 强调的是上帝的主权 也强调上帝来 惩罚一些犯罪的人 却把一些骄傲的人让他降悲 把一些贫乏的人把他升高 就是上帝的慈爱 跟上帝的主权 一并地来描述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要记得 上帝的俗性是慈爱 上帝的俗性也是公义 也是慈爱 上帝有绝对的主权 我们来顺散 这样一个文字 这段的经文跟下面是一个所谓的 智慧文学的一个方式 前面诗人用命令说 你们要赞美一点 再来是呼吁愿人就赞美 再来他用智慧文学 要我们聪明一点 要我们有智慧一点 人生的智慧是怎么学的 人生的智慧是在我们有困难当中 我们学到功课 这才是我们的智慧 我们在圣经当中 学到智慧的人不多 唯有在我们在苦难当中 我们就学到智慧 但学到智慧的最重要的一个心态是 是敬畏耶和华 如果我们没有敬畏耶和华的心 我们在苦难的时候 我们只会埋怨 我们会越来越不没有智慧 但我们在患难当中 我们敬畏耶和华 我们的心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心 在这次当中我们就学到 于是最后结束的时候 此人劝于我们 正直的人看见着欢喜 罪孽之辈 必塞口无言 凡有智慧的 必在这世上流行 也必思想耶和华的事爱 各位兄姐妹 当我们读完诗篇107篇 看到世人对我们的命令 看到世人对我们的呼吁 也看到有四个例子 也用这个四个例子 来反省我们的人生 反省我们现在的情况 包括我们有智慧 我们来学习 去如何有智慧的事 于是诗篇给我们的信息很简单 再次的重复 我们蒙救出的人应当感恩 我们要为上帝的熟性 和作为感恩 患难困苦 迫使我们转向上 我们要为我们的罪 比赦免来感恩 为我们的困境蒙拯救 蒙解救来感恩 感恩之徒 是用言语来感恩 用礼物来感恩 亲爱的兄姐妹 让我们想到 这个世界是一个荒漠的世界 我们可能在当中迷失 但上帝的慈爱 找回我们 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我们在当中被困 上帝的爱释放了我们 这是一个罪孽的世界 当中我们可能受伤 但上帝的爱 医治了我们 使我们复原 在这个凶险的世界当中 我们可能遭遇一些不测 但上帝的爱 给我们有平安 我们要为上帝的慈爱感恩 我们要为上帝的赦罪感恩 我们要上帝的拯救感恩 为上帝的医治感恩 为上帝的供应感恩 为上帝的引领感恩 为上帝的保守感恩 我们感恩的行动 让我们用赞美上帝的慈爱 我们来尊重它 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罪业 我们来转向它 我们要数算神恩典 我们来纪念它 我们要诉说神的作为 我们要称谢它 我们要向天上感恩的礼物 我们要向天上感恩的礼物 我们来报 让我们低头 现在天父 在这个时刻 让你圣灵来光照我们 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当中 兴起一个景象 这个景象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历程当中 你在那个时刻 我们向你呼求 你拯救了我 是吧 为此我们不甘 所以说 时刻 其中姐妹当中 是有困难的 有疾病 有心灵忧伤的 有痛苦的 主啊 这时候请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转向你 我们向你哀求 你就是垂听 你就是意识 你就是拯救 主啊 你的恩典 痛苦 因为你的慈爱永远 我们要感谢 我们要赞美 我们要感 我们要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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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感谢